同样是社会消息来看到 这最近有一名开资讯公司 兼卖超跑轮胎的富二代苏信男子 涉嫌下药偷拍吸毒遭到逮捕 这警方更在他的电脑里面 发现30多部的不雅影片 对此被害女子以及这苏信富少都现身说明 对着镜头比赞笑容灿烂 时常出没在各大赛车场 他是苏信富少 看起来阳光开朗 没想到却涉嫌头拍20多人 私密影像以及吸毒 日前被警方持搜索票 搜索住家并当场逮捕 全案发生在去年10月 一名女子向台北市行大报案 指控苏信富少不仅长期吸食大麻 还疑似偷拍不雅影片 更在他的床边发现摄影机 虽然询问后男方回应了没插电 但双方分手后 苏信富少曾到他的脸书留言恐吓 让他很害怕 因此寻求警方协助 针对指控苏信富少全盘否认 根据了解40岁的他平时住在父母买的房子 自己开了一间公司业务范围广阔 承接气象署海关等公家机关的网络配置标案 还兼做法拉利等超跑轮胎事业 收入相当丰厚 尽管他否认犯罪 但后续人透过咽尿 确认他有吸食毒品 最后依毒品偷拍等罪嫌 以10万元交保 检方也将持续调查了一次音 接着菜一节成为相当台北报道